国际APP 这一次的选举投票率为64.4% 得票率最高的是 之前总理也是反伊斯兰派的 图尼西亚的呼声党的领导人 艾塞布希 他的得票率大概是39.46%的选票 第二高的则是现任的总统马佐基 获得的是33.43%的选票 两人将会进入12月28号的第二轮投票 来对决角逐总统大位 究竟这一次的选举对图尼西亚 有什么样重大的意义呢 又会对其他的邻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与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政大外交系的教授李登克老师 老师你好 国华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老师我们来看看这次 图尼西亚总统大选的合格选民 大概有530万人 图尼西亚民众都很自豪的说 就是说这是图尼西亚史上 一个不凡的日子 他们是阿拉伯这个世界 唯一一个可以等到投票结束 才会知道总统是谁的国家 老师您的观察 这一次的选举 究竟具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这个意义实在非常重大 可惜我们这边的媒体 也报道非常少 所以我说我们中央国务电台 国华宣化 能够针对这个议题来讨论 非常值得肯定 怎么说它是具有重大意义呢 我们知道阿拉伯之村 或者说茉莉花革命 它的发起的地方就是图尼西亚 因为我们知道图尼西亚国发的茉莉花 茉莉花革命2011年爆发之后 对整个东东北非地区的这些伊斯兰国家 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影响自为深远 到目前我一直可以说是还在放心为爱 当然到目前我们可以说是相当的失望 因为图尼西亚可以说是比较值得我们肯定之外 其他像埃及目前已经是军人执政 等于是换他不换要 然后叙利亚你看内战已经三年多了 死了多少人 然后难民超过700万人 那么再看看南边的叶门 叶门前总统已经下台之后 但现在内部还是乱成一团 那么再看看其他像巴林这个国家 最近也举行国会选举 但是基于大多数的实业派还是杯葛这个选举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蛮多的 那么看看利比亚 其实利比亚我们可以成为失败的国家 现在根本就是军农无守 然后各聚三投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军法派系的支配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目标革命到现在 我们来做个评估 的确是蛮令人感到失望跟感伤的 因为在2011年爆发之后 大家对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的民主运动 可以说有很高的期许 但是三年之后的今天 却令人非常的难过 这是第一个重大意义 就是它不只是什么中东地区 它是整个中东地区北非地区 都是一个很关键的 对关键性的 也因为如此就是说 它这个目标革命的发源地 土尼西亚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的确是不容易 好那么再看看这个土尼西亚 土尼西亚这个国家 我们知道它是1956年独立的 那独立到目前为止 过去它这两个总统 其实这两个杜台者 所以第一个独胎子就是鲍格贝 他当年总统长达31年 从1957年一直到什么 到1987年 那1987年被那个什么 班阿里给推翻 那班阿里又做做24年 你看做是一霸笨人 做到被逼下台为止 那就是目标革命嘛 所以你看土尼西亚 从1956年 就民国45年 独立到现在 独立了几十年 应该加起来什么呢 我们讲说独立 这个快60年嘛 班日总统纪 就有两个而已 你看看 所以我说这个国家 真的怎样也是 很值得去了解 但是无论如何 它虽然说过去 建立过两个强的 独胎子 今天能够转型 直接民选 产生一个 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总统 的确是非常难得 所以就图尼西亚来说 也是非常的什么 这个难能可贵 因此我们说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图尼西亚总统大选 就是具有两个重大 刚才讲的 一个是 对整个总统别非的 这个什么 阿拉伯之村来说 图尼西亚 其实还是带来一线光明 那第二对图尼西亚的 这个什么的民众来说 这是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 因为前面两次那个选举 可以说是 这个不进而选 而且也是没得选 没有选择 那这一次的这个总统选举 你看这个选举人数 二十几个人 二十几个人 是啊 而且第一轮还没有 这个决定性的结果出来 还必须进行第二轮 所以这个直接是非常民主 应该说是等于图尼西亚 历史上第一次 当然什么意义很重大 是 不过老师我们来看 这个将近四年的时间 这个您刚才也提到 许多其他这个 受到阿拉伯之村 就是茉莉花革命 影响了其他的国家 几乎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图尼西亚跟其他国家 有什么不一样 他能逃过一劫 能够顺利的 可以举行这一次的总统大学 的确 这个所以我们说 对图尼西亚来说 实在意义很重大 是 就是因为他 他说表现出来了 那我们对这个图尼西亚有相当的期许 就是说他可能一步步朝向真的是一个民主开放多元的一个国家的前进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什么 这是我们肯定的 好那我们说啊 这个图尼西亚为什么他今天表现比起这个利弊亚的埃及 那么什么叙利亚 叶门 那八年好了很多 是 他当然有很多主客观的原因 那么我们先说他的这个经济 基本上他的经济是不错的 比如说他平均国民所得将近一万美金 这个在什么阿拉伯国家里头 因为图尼西亚本身也没什么油圆 不像造地阿伯科的很多油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经济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事实上这一点 当然我们说班阿里 他已经被推翻了 就是一个独裁者了 不过他最后的这个什么 这几年当中 图尼西亚经济其实是蛮不错的 在这个联合国的统计里头 算是蛮受到肯定的 那么另外就是教育 他教育相当普及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数字率很高 这个整个在中东北北地区 也算是比较什么难忍可贵的 所以我们讲说 他有相当的这个什么比例的这个国民 是算是中产隙级 这算是难得 中东地区一般来说比较希望稳定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图尼西亚长期以来 基本上他是一个推动世事化 就是政治跟宗教分开的 他是一个世事化的一个国家 有的有点类似妥协一样 所以这个当然什么 这个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但是就整个这个什么过程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转变是不错的 就是朝四次化来发展 好那么第四个就是 他这个发展观光 那么跟这个西欧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这个欧洲旅客 他们去观光旅蛮多 所以观光旅客它这个很重要的收入 那因为发展观光当然他还必须做很多的这些公共设置改善 干嘛干嘛 所以他基础设施是不错的 旅馆啊这个旅馆业啊 餐里业都蛮发达的 那么最后就是说这个图尼西亚他过去 他曾经受到这个什么什么 我们讲说法国这个殖民嘛 所以跟法国关系也蛮密切的 所以法国人在这个地方当然怎么也有很多影响力啊 或者投资啊等等啊 所以怎么对他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跟欧洲国家关系啊 以这个是一个很好个连结 就透过法国这样 所以我们讲说整个这个什么 呃这些因素加起来 使得这个图尼西亚的这个政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是 那么经济呢 哎他经济也比较好 固然说他税率率很高了 特别是年轻人 税率率高超过30%啊 那么也因为过去我们讲说在2011年 啊目前要革命发生就是因为失业率太高嘛 特别是知识分子 就是说受到大学毕业啊 受过大学教育的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是 那这是很三老金事情了 好那为什么那么多这个大的毕业生呢 他教育办得不错啊 所以所以有时候这个教育你办得很不错 培养很多大学生 但是如果说没有什么 创造很多就会机会有时候会带来麻烦 对不对啊 是 我们讲说最近我们教育部长不是讲了吗 说我们这个台湾再过去再过来怎么 未来几年我们可能有 对有几万个博士 对啊找不到工作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怎么当然也值得我们这个注意 还好我们教育部什么 这个新的这个吴部长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 是 好所以整体来说 图尼西亚为什么说他 政治上有这样一个发展 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 那因为他世子化发展比较早 所以他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党派 是 不像像埃及你看基本上他就一个极端 对不对一个军的 就是军人掌控的 另外就是伊斯兰兄弟会 宗教其他都没有了 是 但是图尼西亚他比较什么 他有一些中等阶级 所以他的这个政治社会发展比较多元 因此我们讲说 他有这个今天的这个情况 也的确是得来不易 所以就有很多因素是 让他跟其他这个相关的国家 是不一样的 不过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您刚提到嘛 这一次的图尼西亚总统选举 大概有27位的候选人 哇 开玩笑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们才在10月26号完成了 这个单院制的国会的选举 那个时候有100多个政党 217席 但是根据这个 就是当地的 跟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 他说这个选举很多民调 就是显示了 图尼西亚民众 对于这一次历史性的选举 好像普遍都是相当的冷淡 不过我们从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 图尼西亚的政党之多 声音很复杂 我要问的是说 他们如何去摆平内部各种不同的声音呢 最后可以达到的话 我们还有提到的是个 修宪这个举行的这一次的总统大选 这很不容易吧 谁真的很不容易啊 是 你政党那么多 那么参与总统大选 二十几个人 是 你看比如说台北市长好了 这次台北市长 我们的这个候选人 好像是有七个嘛 七个 对我们觉得说一定很多了 是 一个市长 但是人家总统就27个 所以比起来的话 我们还是相对很非常单纯 那我们过去你看历史总统大选也没几组人马嘛 那两组三组这样而已 但是你看图尼西亚居然有27个人 所以我们讲说 他的这个社会多元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 另外也看得出来说 他对这个政党开放之后 随如雨后春水 通通通通通跑出来 虽然说我们内政部登基友安的政党 其实也不少啊 台湾的这个登基友安的政党 当然就是说能够推出代表选上的并不多啦 所以这个图尼西亚 目前的政党可以说是什么 真的多来多知 但是这个主要政党其实还是不多 基本上大概这里 这些等于是两块 或者两个大的政党 一个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87岁的 现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啊 埃塞布基图尼西亚胡政党 另外他这个算是 我们讲说这个 也等于他不是非宗教政党 一个世主的政党 另外那个马佐基啊 他所代表的 虽然说他过去这个人前斗士 然后这个什么 一向对抗这个班纳里嘛 对抗独裁者啦 所以他很有声望 不过其实他主要的这个什么 票的来源还是什么 伊斯兰政党有关的 也就是伊斯兰政党怎么整个挺他 所以什么让他有这个什么 有相当的这个这个这个得票数啦 所以他因此也被这个 埃塞布基批评的说 你看看你这批的羊 对不对 这个伊斯兰政党 他马佐基很生气啊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他目前大概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伊斯兰政党 在国会其实是什么 是多数哦 所以这个总统如果说假设好了 这个87岁的这个 埃塞布基当选总统 那国会呢是另外一个什么 一个反对党的话 而至于多数 其他市政也是蛮困难 是不是 那当然如果说马佐基当选的话 那又不一样了 那等于是这个这个党 控制的这个政 这个什么行政跟立法 做起这个什么 做起事的可能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整体来说 托尼西亚就是因为他这个 末尼奥革命成功之后 然后什么 完全这个开放胆进 然后他过去多数年来 他已经有了这个相当的教育 教育本来很不错 自治分的很多 然后这个人权团体 这些什么 我们这边讲 现在讲这个什么 第三部门 类似第三部门 这个非严厉组织 他那边也什么 也在这个政党开放之后 也是游泳存水一样的 因此他才有那么多政党 参与这个这个选举 所以这个真的讲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过老师我们 这个刚刚有提到 这一波阿拉伯之村 这个洗礼之后 其实很多国家 并不是这么成功 我们也看到 许多这个中东民众 会突然觉得 这个西方式的民主 不见得适合 伊斯兰的这些国家 我们来从一些民调上面 就看得到 他们有针对这个 就是这个国内 托尼西亚的国内 做一些民调 他说相信民主 是这个政府和 这个最最佳的民主 这个政府形态的 这个是只有 从过去的63% 降到48% 然后需要 这个强人政补的 从过去的37% 提升到像现在有六成 老师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就是不是说明了 这个其实他们 就算是举行了 这一次这个民主选举之后 未来呢 整个国家还是会不一样 要看看 未来新的政府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国家 比如说 它的经济 如果说有效的改善 让这个绝大多数的 这个 目前事业者 特别是联系者 能够找到好多工作 政治上保持稳定 大家就相信说 民主政治可以带来 什么 一个机会 而且什么 真的是有效来 化解国内各种旗舰 透过民主这样的过程 那反过来说 如果说这个 总统当成之后 假设好了 假设好了 这个总统是另外一个党 然后目前国会 我们知道嘛 是一直在政党多数嘛 是 那如此一代话 怎么呢 政策可能很难推动 很难推动呢 因为这个政党 这个吵闹吵闹闹闹 到时候呢 经济啊 可能就是很难 有效的来改善 那么失业率啊 这个继续维持 这个什么 很高的一个情况 是 那么这个当然 这个这些年轻人 可能就非常不满 可能大部分的国民 怎么也不看好 这样一个政府 然后怎么 是不是满力度 都觉得这个下降 有点像这个法国 这个总统 目前这个情况这样嘛 对不对 下降 掉到这个历史的低点 想当然他还嘲笑人家 结果他现在 历史的记录好了 所以如果说 这个失专不好 经济搞不好 失业率一直高 那当然什么呢 对这个民主感到失望 可能会多 也说不定 这个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他一个什么 等于是民主的一个雏形 他刚刚在发展 还不是很稳定 就像说我们讲 美国 美国的民主发展 他今后两百多年 是不是 即使到近两百多年之后的 今天 他里面还是很多问题 是 这就是说 我们讲民主 虽然是目前 好像比较好的 但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 你看美国那个黑人 十几岁黑人 那个年轻人 被那个白人警察枪杀 最近你看 引起全国的这个抗争 然后这个 出动国民兵 要不然摆不平 是不是 看起来的话 你说哎呦 这不是很恐怖 这怎么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说 他好像一个人 有时候怎么 身上这个不小心 这个感冒 伤风一样 那基本上呢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讲说 美国虽然出了这个小状况 但是他大了这个什么 问题其实非常少 他只是小麻烦 这是民主可贵 他透过这个辩论 争议 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什么 还可以继续往前进 这个是我们讲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但是那些独裁 所以刚才讲的 有些这个 阿拉伯国家 或者中东一些国家 那么里面呢 有不少名利试验显示 好像不少人怀念 这个强人政治 没错 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伊拉克好了 伊拉克海山 我们都是要独裁者 他过去非常残暴 但是他有一个 怎么好处呢 政治稳定 老百姓基本上得到安全 也就是你不要跟海山 去怎么 去抢他的政治权利 然后你做你的生意 干嘛干嘛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因为海山他就大人在握 他举不容许 人家来跟他争权 所以这个政治权利 这个通常交给他 然后你就乖乖做个顺民 日子好像还可以过 那现在呢 你可以不搞政治 搞政治都可以 但问题是每天没有安全感 在伊拉克 对不对 工作也找不到 开了个电山 然后被爆掉了 你看看 每个地方都有危机 然后这个公共设施 电台也被破坏 所以这个什么 电力供应不如当年 水的供应不如当年 那个什么 连热市的处理不如当年 好像什么都不如当年的情况 当然怎么 有些人开始发现海山了 是不是 但是怎么 他们也看到说 这种独胎者带来的各种的 这个什么 那种负面效应 有时候真的重大灾难 像海山你看 如果不是海山的话 怎么会有说两亿战争 因为两亿战争 它发动了 打了八年 你看损出多少人 同样如果没有海山 伊拉克怎么会进攻 这个什么 科威特 然后带来这个什么 伊拉克的灾难 所以如果说 这个伊拉克的人民 好好思考一下 他们知道说 这个海山不错 可能带来就相对稳定 安全 经济还过得去 其实是什么 是为伊拉克带来很多的灾难 就像说我们讲说 其实这个任内 它做事也很有效率 很厉害 但是为德国人民带来什么 重大灾难 那么日本也是一样 当年日本军阀 做事也很有效率 但是也是为日本 日本帝国带来重大灾难 帝国也完蛋 所以我们讲说 有些人崇拜这个强人 他只看到这个强人 好像正面的那一面 没有考虑到说 它可能带来重大的灾难 民主效率方面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不管那个版本的民主 很难带来这种效率 但是有个好处 它不会带来重大灾难 为了各种重大政策 都要辩论 辩论辩论 弄了半天 休息补补 到后来什么 这个车上路了 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民主是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讲说 今天阿拉伯国家 在中东北非一带 特别是我们讲说 不管是什么 从这个图尼西亚 伊比亚 埃及 一直到这个叙利 伊拉克来看的话 只要一个政府 能够把这个政治稳定 为老百姓提供安全 一个社会环境 然后让老百姓 这个什么 日子可以过得去 也说经济办的不错 其实什么 老百姓应该都会 就是这样一个政府 那今天图尼西亚 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图尼西亚 走向民主化 证明怎么样 没有独胎子 一样可以运作 而且什么 那种老百姓 免得恐惧 因为当年 在班阿里执政史的时候 反对党根本不敢出来 你批评政府都被抓起来 就现在有这么多的政党 上百个 上百个政党 谁都可以出来选总统 女性的候选 你看过去怎么可能出来 这是一个女性候选 出来选总统 所以他真的讲 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成果 所以当然我们希望说 他能够为整个中央 北非带来更好的一个影响 那就必须要有赖于未来的图尼西亚 新的总统能够真的好好把图尼西亚 正好 变成一个什么榜样 所以说来看一看 到底谁能够带领图尼西亚成为北非 或是相关阿博世界国家的示范作用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这一次刚刚有提到 这次选举有多达27位的候选人 目前出现的就是这个87岁的艾塞布希 和现任的总统马佐基 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两个人出现的意义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艾塞布希啊 87岁年纪很大 可能是他的一个 勞计福利啊 对一个很大包袱啦 当然因为我们要想起来 他健康健康 有些人八十九岁身体还很好 是 那么艾塞布希显然他健康还不错 要不然他这个大选的奔波 那么劳累 如果身体不好 可能就怎么受不了啦 所以他身体可能是还好啦 那么他最大的一点就是说 他过去有参与政府 他曾经是班阿里的这个总理 就是说他这个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 班阿里执政期间 其实到我们讲说 2000年之后啊 他各方面表现还不错 就是在这个经济发展啊 教育啊 公共设施方面啊 其实是蛮受肯定的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说他老龄家身体还可以 那么又能够出现 那么他有这个过去的这个 怎么治理这个国事经验 而且成果还不错 可能会可以 为这个什么图理系列带来加分 就是他的优点 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重大的挑战就是说 如何跟一个什么反对党支配的国会 来什么来相处 这是他的一个什么挑战 如果说他的很多政策还不错 但是国会怎么扯到后腿 就是欧巴马一样 欧士健保干嘛干嘛 他这个都很不错 移民法等等 但是共和党怎么扯到后腿 欧巴马就什么寸步难行 是不是那共和党还告欧巴马 说违宪的你看 所以同样的这个爱沙布区情况怎么 可能比欧巴马还凄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新鲜的一个民主国家 大家这个什么 游戏规则都还不是很熟 所以可能会反对 反正例是这样的 因此如果说他如果不能够 这个取得这个反对党的支持 他这个什么 不但是难过 重大政策哪里推行 所以这个他是最大的这个问题所在 那反过来说 如果说他的政策 那么这个受到这个反对党的什么的支持 那就他就好办了 所以他有他的利基 但是也有他的包袱 温老师你看马佐基呢 他的对手呢 马佐基有他优势 同样也有包袱 他的优势是什么呢 因为他目前这个什么 支持他的这个伊斯兰党 还有相关的这些什么兄弟党 在国会多数 所以如果说由他来 怎么担任这个总统的话 他有这个好处 国会支持他 但他的这个包袱是什么呢 可能会有点类似这个 埃及前总统这个穆希 我们晓得吗 穆希不是伊斯兰兄弟会推出来了吗 没错 好了 他担任这个总统之后 他也很想为埃及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有一个包袱 什么包袱呢 就是伊斯兰兄弟会说 你别忘记了 我们对这个宗教的诉求 你必须要好好来满足 我们这些党纲 我们这个党名武其使 我们就是伊斯兰党 伊斯兰兄弟党 而且我们过去被埃及的政府 从那个什么 姆马拉克一直到以前的 这个纳斯时期 你看被这个什么 埃及立任的军事资产者 可能镇压多少年 所以他们一直没办法来实现 他们的愿望 愿景 他这个愿景就是说 把埃及改造成为一个 伊斯兰的一个什么 一个国家 但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事实上什么 大部分埃及人可能是很难接受 因为埃及过去多少 尽管说这个军林执政 很多很多很多 什么缺陷 但他是怎么推向这个世俗化的 那这个世俗化 已经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而且知识分子基本上 都支持这个世俗化 政治要分离的 所以这个穆西 他要接受这个什么 伊斯兰兄弟会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个党纲 然后要做一些改变 当然引起很大反弹 所以图尼西兰现在也是这样的状况 对啊 所以看来我们把这个故事 把埃及这个故事 挪到图尼西兰 也是一样 所以马朵基 他是人权人士 他比那个什么 穆西还 我们讲最自由理念 可能有过之无几 对对对 但是这个国会里头 这些伊斯兰党说 老兄啊 我们把你拱上来 你搞清楚 我们就抬轿子 你不要 一进了这个房间 什么都忘记了 那我们可以把他拉下来 所以拜托拜托 你这个 一定要照我们这些什么 这个政策 来治理国家 是 他如此一来 问题就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马朵基 他的这个优势 以我们讲了 对不对 国会里面 他是大多数没问题 但他的包袱就是 如果摆平的伊斯兰兄弟党 这些什么政党 伊斯兰政党 给他的一些什么 束缚也好 甚至枷锁 要你这么做 要不然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个他 最大的问题 就是 老师不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刚刚有一开场的时候 其实有提到 目前这个两派 这个阿塞布希 他得票率 在第一轮的时候 是将近有40% 然后他的对手 马朵基 大概是35% 就是33.43%左右 对 目前来看 大概是阿塞布希 是领先一点 不过到了第二轮 重新再来 就很难讲了 你们觉得哪个 赢面会比较大 因为有些人在分析 不管是哪一个人赢了 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还蛮高的 是这样吗 现在是有可能 但是我们说 以国会 以刚刚选完的 这个国会的 这个什么 的这个选举结果来看的话 其实马朵基 机会也蛮大 是 为什么 因为伊斯兰党的 这个相关的 这个兄弟党的 动员能力很强 是 就像埃及一样 在东东北非 你看 伊斯兰党党 不管在哪个国家 选举很少输的 他们这个群众基础 很深 就是说很坚强 然后怎么 分布也很广 每个地方都有 他不是只有 他一个地方而已 甚至什么越乡家越多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马朵基 可能是什么 机会很大 当然这个 如果中产阶级 知识分子 或者说这个什么 工商团体 可能比较喜欢 什么埃杀布希 对不对 他就说他有经验 过去当个总理 然后把这个 什么经济动作还不错 由他出来的话 他们比较 比较放心 所以说他 也不是没有票 没有这个什么票员 都有了 只是说这个 什么伊斯兰党的话 以过去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什么地律来看的话 他动员能力很强 所以他机会很大 所以马朵基 所以您是觉得 马朵基的机会 比较大了 所以我觉得 他的机会不小 尽管在第一轮 却越为这个落后 但是有可能会翻盘 对啊 因为 两个人而已嘛 是 那些伊斯兰相关 宗教党可能通通 就在他那边 是不是 那我们知道 国会的选举 可以看得出来 伊斯兰党还是比较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票一集中的话 这个马朵基 搞不好怎么 他就后来提杀了 不像你讲的 如果他出现的话 相对这个国内的政策 这个执行上面 会比较稳定一点 但是会受到宗教 这个团队的受伤 对对对对 所以他有他的问题在 对他有包袱啊 所以老师 那您认为呢 他现在这个87岁 对 奇怪啊 87岁的这个 政治人物 老季反而不要受到 可能这个年轻人的欢迎 是因为这个 他所走的这个路线 对不对 他如果说打经济牌 是 就是说我过去当总理 别忘了哦 大家你看 我在这个总理之内 我做多少的经济改革 然后我们压力通过膨胀 然后当时你看 我们国民生产 每人生产多快 我们在中央北非 你看都是什么 被那个世界 特别是联合国肯定的 他打这个牌 他是有票 所以刚才说 中央阶级可能比较喜欢他 是 对不对 那个知识分子 可能比较喜欢他 是 因为他是四族派的 他搞经济的 是不是 但是那些比较倾向宗教方面的 现在年轻人也有很多是 对这个宗教是很有什么 我们叫感染能力的 是 他们认为这个宗教是不能够忽略的 你看那个土耳其 你看那个中央政党 就是不见得老文家 都是年轻人 就是我们看看这个 在伊拉克叙利亚 现在怎么横行霸道的那个 爱死爱死 都是年轻人 而且这个 我看那个报道还说 很多都是来自图尼西亚 是啊 所以我们说图尼西亚这个年轻人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宗教的那个 也有相当的 相当的这个什么 狂热在里头 这个不能忽略的 这个为什么说 我这个马丑基亚 他机会蛮大就是这样的 OK 所以老师 好 不管是谁当选 您觉得当选的人 未来要面对的第一课是什么 就经济问题 还是经济 对 刚才说了 图尼西亚他现在这个失业率 超过30% 是 然后年轻人失业率特别高 所以我们讲是2011年 就是有一个大学生 失业大学生 对不对 他的贪子被这个检查取离 然后他怎么放一把 我烧了自己 他是知识分子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而且怎么 超过30% 所以这个30%一般 就是平均的失业率 但是他们说知识分子 特别大学毕业生 失业率 是超过30% 有人说包括50% 所以等于两个大学毕业生 可能就有一个失业 但问题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新的这个总统 不管是谁出现 一定要把这个经济弄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当然就是 政治要稳定 对不对 因为政治不稳定 你经济很难弄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 诞生机器性当然的问题 你经济好 政治稳定 是不是 政治不好 你经济很难弄 所以这两个 所以因此他必须要 推动有效的 这个经济的 这个改革政策 把问题给解决 同时 也必须要跟 不管哪一个出现 都要跟反对党 达成某一种 可以运作的这样子 的游戏规则 反对党一定要反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不能为反对 要反对 合理的要支持 所以提出政策之前 应该跟反对党领袖 进行某一种沟通 免得说 到了议会里 怎么炒成一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艺术 所以如果说 不管哪个 不管谁当总统 他能够跟反对的 这些国会议员 在重要政策上 取得某一种妥协 或甚至共识的话 那当然这个情况 应该说是比较乐观 反过来说 你政治非常好 但是不获得 这个什么反对党支持 过不了国会议员 你怎么办 这也不行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图尼西亚 目前这个情况 其实是考虑总统当选人 他是不是有能力 来跟反对党 来在政治上 来获得这个什么 必要的妥协 而不是坚持己见 那就非常危险 不过我想 这个节目到了最后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应该是很多听众 跟我一样想要问的 您认为图尼西亚 可以对阿拉伯世界 做成一个很完美的示范作用吗 我们不敢说很完美 但是应该说什么 可以误实的一个典范 就是说他这个典范 不是很完美 但是什么 很值得学 学了以后 蛮适合他们这些相关的国家 相关兄弟国家 因为图尼西亚 我们讲说 第一个他意识的国家 然后他也是阿拉伯国家 然后怎么 他的这个世俗化做得不错 他就如果说 未来的政治发展比较稳定 多元的一个政治发展 不断带来政治上的稳定 而且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发展 让失业率有效的降低 年轻人都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那这个很好典范嘛 是不是 那就不用担心 那独台子出现 你不用担心 这个什么军人的政变 目前当中北非地区的 这些国家 最大的问题是军人专政 要不然就动不动政变 这样当然还就是一些什么 一个军职专制的国家 像这个中农几个产与国 超地阿拉伯 这个什么卡达 这个什么阿曼 科威特等等 当然有些已经慢慢慢慢的 朝这个开明专制来发展 像科威特慢慢的发展 那这个开明专制里头 比较好的就是于旦 于旦虽然是王室大权带握 但是什么 他慢慢把这权力放给国会 国会的选举是很开放的 政党 主政党反对党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约旦以另外一个小小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讲说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如果要走向这个我们讲议会政治的 那可能比如说图尼西亚一个很好的典范 但如果说走向我们讲开明的这个什么 君子这个什么立宪国家 很可能就是什么约旦 然后未来约旦应该学一学 今天的燕果 就过往统而不至 至往你交给什么总理 总理是国会选出来的 应该这样的 所以约旦如果往这个发展的话又是另外一个模式 所以未来如果中东地区有这两个模式也蛮好的 图尼西亚的一个模式 约旦一个模式 那当然这个图尼西亚有人说也是一个模式 但图尼西这个模式目前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他这个总统过去当总理 爱尔端 对爱尔端 他的表现是好像越来越强势 强势到甚至有些人批评说他快搞个人独裁了 那甚至有些什么这个图尼的专业学者说他才不是搞个人独裁 他现在会过去什么图尼苏丹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大皇帝一样 所以这个图尼现在给人家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就是他这个总统 阿尔端到底要把图尼带往南边走 是 是把图尼带向稳定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让这个反对党有个空间 还是说这个什么越来越什么 越想支配一切 甚至什么来 镇压反对党或者说控制媒体 那就很麻烦了 是 所以我们讲说图尼现在怎么 他这个模式能不能这个适用 可能就是怎么 先看图尼未来几年之内 能不能把这个什么困境给突破 否则的话怎么 那也很麻烦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图尼西海 如果说以目前这样一个发展 然后还能够解决这个内部 这个政治上的这些什么很多的波子 把经济带上这个轨道 其实他未来能够提供典范的效应是很大的 是 其实真的要很真心的 这个祝福图尼西亚了 这一次的这个总统选举 仍然是相当具有指标性的意义跟作用 未来在这个12月28号第二轮对决 我们节目还是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李登科老师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老师谢谢 谢谢国华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好